Hello 大家好 曼聯今年的成績就很頑皮 裡面的戰術也好 球員的失誤也好 或者很多的傷病也好 因素也有很多 但是場內的問題 當然是教練和球員的責任最大 但是呢 其實都或多或少 是受到場外的因素影響 就是什麼因素呢 其實就很多 更衣室 新組的問題 隔年活的問題 安東尼那件事的問題 其實曼聯沒有停過場外的風波 還有最大的一件就是賣盤 這件事會不會牽動到球員的心情 或者他們的集中力 其實都一定會 不單止是球員 還有就是教練 職員 上上下下這麼多的員工 就是由去年的11月 到今年2023年的11月 其實已經是足足一年了 這個賣盤的鬧劇 其實沒有停過 其實沒有什麼 哪間的球會 是賣得這麼陰公 就是這麼曲折 因為連去年 因為那些政治的問題 其實都沒有搞那麼久 曼聯其實就沒有任何的政治因素 是牽連著的 搞到現在 終於轉有一點的眉目 現在Jim Sir 似乎差不多搞定 這次真的很多消息出來了 會大刀闊闊換一些高層 你想一下 其實內部我覺得一定會知道 哪一個有機會會贏 街外人也不知道 至少CEO那些 董事會裡面 肯定是心知肚明 或多或少都會滲到一些的感覺 下去下面 中下層 教練 職員等等 大家都人心惶惶 誰會被人解僱呢 誰會留得低呢 新老闆會對他們怎樣呢 其實一定是混亂到爆 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出來穩定軍心 因為其實只有一個人 沒有可能被人解僱 就是格拉莎 他會不會出來說話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就不太理盲連的東西 他都被扔掉給CEO 足球總監等等 但是來到今天 我相信大家多話少都知道 連CEO都會被人解僱 有誰能夠出來穩定軍心呢 聽說被支持 你想想教練說 高層會支持你的 但是高層自己都被人解僱 其實更衣室都一定會有影響 球員都心知肚明 可能這傢伙都不是做得久的 我不用聽他說那麼多 新組會不會這樣想 可能都不出奇 現在很多細節都不斷地流出 我想大家都相信 這一次真的擁有權 不是說換老闆 因為舊老闆是沒有走的 加拉莎都還在 但是有個新老闆來到 也不太多解釋 為什麼不需要這麼悲觀 因為上個月其實我有一條片 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 我也可以把那條片放在下面 如果有朋友沒有看的話 不再重複了 上次講了很多 不需要太悲觀 但是這條片 真的跟大家實牙實恥 去討論一下進度 分析一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現在看上去 就不再是一些小收小報 真的是一個大型的心臟開胸的手術 這一個手術的規模 就真的可能去到當日 阿蘭力克所說 就是曼聯是需要一次脫胎換骨的變動 這次真的相似 所以有很多東西要和大家一起去看 首先我們看看是否真的會來 這個其實上個月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上個月才有拍那條片 那一刻我已經 九成是相信這次真的是Jim Sir 因為郵王退出了 之後那些小道消息飛來飛去 就不是很可信 郵王回頭的機會已經是零 雖然就是指向了Jim Sir那邊 但是一樣都是要有很多事情談的 到底權力怎樣分 方向怎樣走 始終大哥還是格拉沙 你不能夠一句說話說他OK 你就進來 一定有法律上面的事情要談 Jim Sir都不是省油的燈 他一定會跟你砌過 這幾天終於似乎真的有定案 現在真的去到宣佈日主 即是Jim Sir成為我們的小股東也好 或者是新的老闆也好 都需要很多的手續 雖然就算他兩個談好 之前那段時間就是他和格拉沙談 談完 大家談完頭了 所有事情已經談好了 都還要走一段的程序 法律 即是在美國那邊上市的公司披露 做文件 然後到英超賽會要 approve 因為英超賽會 其實你轉老闆的控制權 只要你轉少少 其實都要得到一個 approve 可能轉CEO也要通知他 要是他答應你才行 所以他來過官方的宣佈是有很久的 但是這兩天最重要的消息 當然就是萬聯現任的CEO Richard Arnold 已經宣佈了12月就會離任 很急的 因為通常換CEO這些這麼大顆的人 不會是這麼快的 因為你普通打工仔 你都知道 最低級的打工仔 即是一般的大眾也好 你都要給一個月通知期 專業級少少的人 可能是醫生、律師、管理層 可能要三個月通知期 因為你要請人 你要密識新的人選 或者真的你要談 董事會那些要討論 你不是誰請誰 就是貼一張街招去去請 其實有一段時間 通常都不會這麼急的 但是你現在11月16日 你宣佈他12月離任 我覺得連過渡期都沒有 這個動作是炒 就不是協商離任 當然那些字一定會尊重他 也會感謝他什麼什麼 然後有很多付出 然後他現在是自己 重新的那些 留一些面子 因為始終Arnold 在萬聯都做了很多年 不會落他的面子 但是很明顯 就不是辭退 自己走 也不是辭退 是炒 我相信是要賠錢的 其實他也是剛剛來很久的 上任CEO 都是一年零九個月 其實你想想 都是剛剛發生的事 因為這一兩年 大家都知道 過得很快 萬聯又發生了很多事 世界都是很多事發生 我自己覺得 真的好像發生了很久 但是這次的炒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預兆的 也沒有提及他有什麼責任 他是不是做錯了事情 是不是因為某些事情要負責 是沒有 甚至近幾個月 其實你想回頭 幾個月前 才是有很多新的動作 譬如請誰 炒誰 首席醫生 又可以換 新的求醫贊助商 那些談 其實很多都在做 如果你是一個準備好離任的人 或者在上面準備炒你的話 是不會讓你做那麼多事 因為過渡期間 就應該什麼都不做了 留下所有的決定 是給下一人 好像那些官員 真的不會動太多 因為動了 別人就會影響到下一人 所以其實可以幾肯定 就一定是老闆的控股上面 就是最高最高最高層的一個大變動 一定不是格拉莎 肯定是Jim Sir 還有都幾能夠證明 格拉莎是把運作這間球會的拳 是放了給Jim Sir 那些人不是他一個 或者是他的集團 現在有很多的富豪 都會少少入股曼聯 就是想分一杯羹 因為始終曼聯在英國的地位 你持有了少少 可能對他的明星都有些好處 那一班新的決策層 已經是接管了曼聯 但是當然手足就未搞定 但是Jim Sir 可能會跟格拉莎說 你再不讓我 曼聯就玩完了 因為你看到今季的沉淪 是可以沉得很快的 所以其實真的要快 都被他拖了一年 現在一定要馬上 所以就由這個CEO 是被解僱了 你說Richard Arno 其實做得好不好 我自己覺得 我對他的印象 我覺得不是太差 起碼沒有之前的活和特 亂來 就是活和特那些 亂買人 亂簽人 人工很離譜 不斷簽商業的東西 然後求會的東西 又不理會 那些沒有的 我覺得可以用四平八穩來形容 炒他對不對 我覺得有點可憐 但是這個形勢來講 是必須做的 他是有貢獻 但是不算突出 他做了什麼呢 大家看看 其實他為曼聯 都做了一定的改進 在他的短短的任期 一年九個月 其實他又設立了一個 從來未有過的帖子 就是這個 叫做Deputed 或者叫做 處理足球總監 總之就是副足球總監 這個叫Andy Oldboy 這一位呢 就是他新請回來的 他剛剛上任 沒多久已經請他回來的 但是他的出身 其實我記得我某一條片都講過 他不是那麼純正的 一個管理型的人才 他是體能教練出身 大家知道 其實足球 你不用很熟悉的 你打FM都知道 教練就分 技術教練 戰術教練 體能教練 龍門教練 其實是不同的東西 體能教練 是不一定他懂足球 因為體能教練 是讀書出身多 跟著就會是 你自己可能很健身 你是要 純粹是for fitness 你跑步 看著他的肌肉疲勞度 為每個球員的身體狀況 設計一套他的訓練 他體能教練出身 其實都幾證明 他就不是很純正足球的背景 他之後都是一直做體能教練 即是愛華頓 其他球隊 都不是做什麼技術的 他來到做足球總監 上一份CV的履歷 已經是去到英超 即是最近那一份 英超賽會的Head of Elite Performance 其實這個post 你看上去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因為就是英超聯賽 精英的表現 精英表現的Head 即是Head是什麼呢 不知道他說什麼 如果你說球會的Head of Elite Performance 可能就是球員的development 但英超聯賽會是沒有球員的 其實都似乎是一個虛涵的樣子 所以請他做一個副的足球總監 我覺得就一般 他有做事 但做出來又不是很好 不請到什麼好的人 還有什麼呢 他算是有些功績 就是炒走了很多轉會部門的主管 譬如這個Marsal Bulk 還有這個Jim Lolo 就是我最討厭的那個 其實十幾二十年 萬聯的失敗的簽約 所有都可以進去掃 因為他一直都是坐著的老師傅 一直都是他 所以被人炒是很合理的 Richard Arnold 也叫做幫忙清除這些瘀血 在去年底 其實是炒了醫療部的主管 也是十幾二十年沒有轉過的人 就是這個首席醫生 Steve McNally 這一位呢 其實 很老實說 一個職位做十幾二十年 通常你如果不是什麼特別的人才 很上進 很貼近 很有學習的感覺 你做一做都畫了眼 不太跟得到的時代 所以你在萬聯這些規模的球會 可以做十幾年的 這些首席醫生 很明顯就脫了折了 所以他做到東西的 炒了他 他請了阿仙奴的 隊醫主管 我不知道這個隊醫有沒有料 起碼他有做了東西 但其實一向阿仙奴的 record 都不是很好 所以 很可能他也是做了東西 但又不是很完美 找到一個又是不湯不水的人 回來都不出奇 唯獨如果你說負面 就是隔年活的處理差 他印內的最大污點 就是這一顆而已 其他東西 不過不實 不算有什麼大的突破 有 但是叫做 盡了他應該做的事 有做事的 但就不是很好 但是 這個這樣的表現 你可能在一些成熟的球會 都沒什麼所謂 或者小球會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在曼聯這一間 落後其他頒霸太多的球會裡面 我們是需要一個大才 就不是需要一個這麼普通的人才 為什麼炒他 其實都是 全是Jim Sir見過他 聊過之後 就非常之不impress 對他就是覺得他沒什麼了 那 立刻就是斬立拳 這個人 令 這間球會走的人 是不可以隨便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曼聯其實就是2021年 先開始做足球總監這個位置 其他球會 其實很多都走了十年 這件事其實進步了很久 曼聯就前年才跟上 理論上就遲到好過沒有到 但是就令人失望 是因為我們請了一個 又是不是有說服力的人才 我們是內部升遷 升了John Murthoff 這個Murthoff 我很久以前跟大家介紹過 總之他本身是曼聯的人 沒有在外部挖過來 亦都沒有做足球總監 一直以來 其實他都是清訓部門的人 開頭 甚至是清訓教練 清訓教練 其實是很低薪的 可能你英超 用曼聯 用曼聯 U16的教練 因為他其實是 Youth的Coach 你不知道U10幾 U10都是YouthCoach 那些其實只是一般打工仔 的東西 他是甚麼來頭 大家都知道 如果很有料 絕對不會在那裡起步 做了很多年 他升上去清訓的主管級別 然後再升上去 又是一些不知甚麼 發表 甚麼發表 甚麼發表 那些 就像剛剛那位 Andy O'Brien 那位 不知甚麼發表 發表 然後 就一下子 上來做足球總監 這個 背景 是不足夠的 很明顯 足球總監 是不只是搞清訓的 你這個清訓的人 去到上面 你一隊的東西 你懂不懂 一隊的東西 你不懂就死吧 因為你沒有對過一隊 買一隊的人 要有甚麼的 criteria 談判要怎樣做 商業上面要怎樣顧 別人的球會 偷你的時候 你怎樣還價 甚麼時候出價 怎樣談 怎樣去吸引球員來 你做開小朋友的 你跟家長談就行了 你怎樣說服大球星過來 而又不用太多人工呢 這個是足球總監 值錢的地方 但是你看到Murtoff 他真的不覺得有這個才能 你看到他King King Anthony Anthony 又一般 King Casimo 都是正常 人工三十多萬 King現在 Amrabat 最後才能做得到 很多的簽約都是拖 Onana 又不覺得他便宜 很多球員 其實買上去都是貴 孟智這些又是二十幾萬 都只能夠說是正正常常 偏貴 其實全部 我不覺得他是勝任的 暫時就沒有風聲說炒他 但是以萬聯的規模 成績我們差了 但是整間球會的規模來說 我們還是一間大的球會 再加上就是我們的聲明 在轉會場上 這麼頑皮 他一定是難做過一般的足球總監 如果以這個帖子的難度來說 至少要求一定是一間中型球會 做過足球總監 你才有可能可以駕馭到這個這麼難 這個是高難度的足球總監的帖子 其實當時我已經很質疑 那條片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大概兩年 年多兩年 免得找回 我覺得其實萬聯到現在 那個足球總監 雖然有 但是都是虛有其表 是沒有真正改善過什麼的 只是 好了一點 好了一點 有個人管 之前你的名字 不是叫足球總監 現在你的名字是足球總監 但實際上它不是足球總監的位置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技術總監 其實大家都很多人會提及 就是 廢查技術總監 Technical Director 是什麼解救呢 這個帖子 由去年 甚至 再早一點 已經受到質疑了 因為廢查本身的出道 即是萬聯的舊球員 接著就是加入 這個 又是在青年軍教一陣 接著就在一隊的座教 總之就是 又是由零的教練Background 接著加入萬聯的 接著無緣無故升上去 技術總監 這個其實已經很奇怪了 又是他的背景 其實不足以勝任這個帖子 這個也是一個很專門的帖子 之前有人質疑過他 即是不單止我們 記者都會問 究竟廢查是做什麼的呢 即是他的角色好像很模糊 即是魔佬的時候就好像做做助教 然後又不知為何會坐在後備帥 接著又不見了 但是訓練場上又看他練一下球 即是進去練球 沒有人明白的 所以搞到萬聯要發聲明 是說解他做什麼 因為太多質疑,他主要說廢查是協調外借球員的監察 小孩發揮成怎樣,負責去聯絡,負責去看著他們 再加上青年軍,說這些 但其實曼聯已經有青年軍的Youth Development Head 其實廢查跟他有什麼分別呢? 外借多數都是青年人 一隊的外借,由一隊的教練看都可以 其實他只是沒什麼搞,就安心的下去 他出現在訓練場更奇怪 如果你是技術總監 你至少應該跟管理員平起平座 但你見不到廢查有這個地位 他極其量就是一個助教幫忙 非常非常模糊 理論上是一個技術總監 他負責什麼呢? 應該是要高很多東西 應該是負責整間球會的方向 打什麼戰術 我們要在什麼位置一起做同一件事 理論上他協調的不應該是球員 你剛剛說的是外借球員 他是應該協調管理的 是管理著教練 因為U21的教練和U18的教練 他們之間是沒有溝通的 各做各的事情 那誰去做一個統籌呢? 就應該是這個技術總監 包括一隊的教練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定位 有些球員可能定技術總監 高過一隊教練 或者平起平座 什麼都好 但是就是要負責這個 每個教練之間怎樣協調 用同一套戰術 我們每一周看看我們的球員 踢成怎樣 哪個升哪個降 沒有理由U21教練 去負責決定 升個U18的球員上來 因為他不會看到U18的練球 就是要由這個總監去處理 或者去決定 但是 廢查很明顯 沒有這個 江湖地位 也沒有這個能力 有什麼可能可以騎得到 廢查的眼中 廢查簡直是一個賽料 他是一個小竹 沒有經驗 教練都沒有做過 所以其實是很失敗的 這個職位 是不是一定要有 不一定 因為我們剛剛所說的職能 其他人可以分擔的 有些比較管理多的教練 他們可以包辦這件事 他就負責和U21 U18的教練去開會去管他們 現在廢查都是想自己這樣做 因為之前已經說過 他是想接管清分隊 所以有他在這裏 根本不需要廢查 萬聖到利物浦都沒有 因為哥瑞自己搞了 或者哥瑞的助手 貝吉利斯坦 其實他也做了 Sporting Director Football Director 自己做了都可以 利物浦都是 高普 這麼大的氛圍集團 其實也有很多人做得到 所以這個不是一定的 但其他球會其實很多都有 熱刺有 最近換過一個新的 車路士是最近換過一個新的 很多間球會都有 但怎麼看都不會廢查 你一種資歷的人去做 一定是一些比較 再老資歷 一些再多經驗的人去處理 其實現在我們萬聯未知 新的管理班底未定過方向 究竟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是要建成 不是說踢什麼陣營 踢什麼普通戰術 我們是要一個定位 譬如多蒙特的定位 就是一個年輕球員的過度 breaching的角色 他就是為一班有潛質的新星 提供一個平台 讓你成為巨星然後走 這個是多蒙特的定位 那萬聯的定位 你是要成為什麼呢 萬成呢 就是要統治球壇 三冠王 加全控 我們要打月木的控制足球等等 這些就是他們 利物浦就是要迫搶 那種精神力 永不放棄 那些人家有的 總之都是要成功 萬聯是想怎樣呢 我們月木還是快呢 是全控 還是要急攻呢 這些是要定清楚 那定完之後呢 才可以聘請技術總監 因為技術總監 他不會什麼都打到的 每個總監 有自己的Style 好像聽一下 他打傳統就是打傳統的 你一打反擊 可能他不會打的 所以其實這個姿勢 我們都是要重新去處理 我想廢查呢 如果想留下 就要調職了 否則的話 其實他離開都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其實現在 現在我覺得是不可以有這麼多的永遠 在這裡 要改就真的所有東西 一次過掃去 還有就是球探 這個系統 我們現在的問題都很大 炒就炒了 剛剛那些首席球探 那些其實已經一次過 連根拔 現在呢 就只有一些個別的球探 群龍無首 其實這個很明顯是有時間搞的 現在又是要等新的班子 其實現在萬聯那個佛力 除了一隊之外呢 其實那個清分都很大問題 就是因為缺少合作的球會 缺少衛星的球會 那脫中鉤其實萬聯呢 是被限制呢 那青年的梯隊 是沒有辦法請到英國本土以外的球員的 這個是所有英超球會都要面對的 那你不能夠直接去解決的 就是你不能找一個外國球員回來 然後安到英國的國籍給他 是沒有的 那大家都覺想一些的辦法去處理 那其他的球會怎樣處理呢 那我真的都是要拿萬成 因為萬成現在是現今當今足球員 最成功的球隊來的 老老實實 他們不單止是移植了巴塞 就是大家都會討論 就是別人過稅 請上他的CEO 請上他的總監 其實這個很多的 蘇利安奴就是個CEO 總監就是貝吉利斯坦 這三個巨頭 就是當年巴塞成功的那三巨頭 就是在一零年左近那一段 前後就是他三個共同製造巴塞的高方 就是那個六冠王什麼都好 就是那一段 但大家都只關注這個 但我認為萬成呢 他的成功不單止是這三個元素 不是三個巨頭 就是可以令到萬成有今天的成功 其實萬成現在的高度 我個人認為是高過巴塞當年的 我在賽場上面 我沒有辦法比較得到 你拉不到兩隊 互困 因為兩個時代的球隊 或許你只講實力 巴塞可能會贏現在的萬成 當年有那個超級尾師 那萬成就沒有一個這樣的人 始終我覺得下難度 就沒有去到那些水準 只是局限實力 可能未必是萬成贏 但是整個配套 和整個球隊都去計 那個完善的程度 其實是遠遠超過巴塞 巴塞當年所謂的拉馬西亞訓練營 都是一個西班牙局部的訓練營 他現在都測微了 如果一個成熟很完善的體系 你應該一直都可以 現在其實就少了很多 現在的萬成成功 其實是一個更加宏偉 更加大規模的project 人家已經有一個City Football Group的存在 人家不只是說萬成 他們是一個集團 他們已經陸續收購了 是12間球會 你沒有聽錯 萬成現在的游王集團 是擁有12間球會 當然最大的一間是萬成 他們掌上的明珠就是萬成 資源是推到萬成 而那11間的附屬球會也好 或者他們的兄弟球會也好 都是為了附送萬成 有哪12間呢 大家看看 就是遍佈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大州 除了我不知道非洲有沒有 可能都有 因為我沒有看完他十幾間 其實還有一些很少的股權 他都陸續在掃 西甲的榜首基朗拿 大家留意一下西甲的積分榜 我想看多的朋友都會知道 今年是有他們的異軍突起 西甲不是巴塞 不是王馬是榜首 現在榜首叫做基朗拿 是萬成的 澳洲的墨爾本城 這個很久了 就是萬成都飛過過去那邊 也有些退役的老將會過去效力 好像之前巴里 好像過了墨爾本城 美洲有紐約城 這個又是萬成Football Group 日本有橫濱水手 這個蒙特維多城 就好像是烏拉桂 還有萬馬城就是印度 巴西的代表又是巴西亞 意大利的代表又是巴勒馬 這對老白球會 已經是萬成旗下 還有法國的代表達魯瓦 這裏沒有列出所有球會 但你可以看到萬成的網絡有多大 當他擁有這麼多球會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他們的清分一定是不斷有往來 你看一看就會知道有多恐怖 你看到的只是一隊和U21 頂盡就是看到U21 U18或以下的 你不知道有多多 但只看一隊都知道有多恐怖 每一年萬成都跟以上這一堆的球會 是有很多交易的 互借 你給我我給你 別人的青年軍 為什麼借出去可以收回來 就賣一千萬 就是有這些球會 你想一下就是代表萬成的青分 你只要加入萬成的青分 你就會有機會在你未成熟的時候 可以踢到西甲 你聰明一點我借你去基朗拿 差一點的我借你去法園 再差一點的我借你去澳職 美職 你想去亞洲的我借你去日職 南美球員我放你去烏拉圭 放你去巴甲 亞洲中亞的球員我放你去印度 還有一對球隊在中超 你想去哪裡都可以 但是 換句話說 這一堆的國家裡面 他都有網絡 他除了有那間球會之外 他都一定有人在那裡 即是說當地的青年財進 他們都是有能力去網絡 他網絡來不到英國 怎麼辦 未去一間他熟下的其他球會 先發展 到18歲 我就請他過來 18歲以上 你給他工作證 你就可以過來踢球 沒有了那個青分的限制 所以萬成的青分這麼強 就不是因為他巴賽化 其實那個恐怖程度 是遠遠超過巴賽當年的 這個網絡有多大呢 我想我知道 我看得到的都是皮目 因為郵王會公佈的東西 和不公佈的東西 我相信是一樣的 可能他們更加多 是他們的隱形聯繫 不用用他的名字 但那間球會其實是他的朋友 或者他的兄弟 他的表哥 什麼都好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分 但肯定肯定 是遠遠超過萬聯 一百萬光年 那麼遠的了 另外就不單止萬成 就是RB來比錫那班 就是紅牛集團 大家也知道 紅牛集團 也不只是足球 有賽車 有棒球 什麼都有 他們現在的足球產業 都已經很大了 德甲的來比錫 美積 紐約紅牛 還有奧甲 紐約瑞 這個RB 薩爾斯堡 還有兩間的巴甲球會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大家在這些成熟的足球集團 都是把目光放進南美洲 因為南美洲 一向最多天賽球員 只不過他們沒有得到好的訓練 所以他們未必追得上歐洲 但是你再放些資源下去 那邊的好的苗子一定是多過歐洲 因為他們 我想喜歡踢球的人 是多過歐洲 因為歐洲有很多其他事情做 南美可能經濟差一點 你有得發達的 足球可能就是唯一一件事 那麼 除了RB來比錫這一班 連百里頓 即是今年這幾年那麼成功的球隊 他老闆都開始買了新的球隊 即是他現在買了比利時超級聯賽的UNESG 即是這個聖基萊斯聯 其實他們互相的來往都是相當多 百里頓很多球員借去聖基萊斯聯 練完功就收回來百里頓用 不是為什麼百里頓用這麼多 用極都有 好像十幾歲二十歲 全部都一來就很厲害 其實在聖基萊斯聯 已經練過很內級 三尖分都去過 所以就不是一時的偶然 令到他們成功 可以說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集團 VS集團的時代 再不是一間球會 還是一間球會 所以萬聯仲藝停留在一間 不單是一間球會 還是一間舊式的球會 又如何能夠抵抗到別人的進步 即是我們就是一路跌下去 他們一路上去 Jim Sir的改造 講那麼多 大家都知道難度很大 其實他是需要一個很強的 又懂得足球 或者體育 最好就是所有東西都懂 即是涉獵多一點點都是好的 又在大戰略上面 他又要有idea的人 即是能夠推倒重來的人 其實不容易 但他需要一個這樣的人才 因為沒有可能是Jim Sir自己去做的 因為他其實年事已高 他只能夠在背後支援他 他也沒有實踐的經驗 是要聘請人的 最重要當然是CEO 即是領導的球會 現在存在的只有一個人選 就是Gene Claude Blanche 我不知道是Blanc 我真的不懂法文 叫著他白蘭茨 這位不是踢球的位置 這個純粹是CEO 這個CEO人選 其實他真的有很多白足 那麼多罩 他曾經管過奧運 曾經管過環化單車 曾經管過法網 還有一些不知名的東西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看完也免得再去查 因為我真的完全不懂 總之他管過很多運動 都是一些大型的東西 他是一個 一直都是一個運動的專才 去到2006年 就真的正式進來搞足球 這個祖雲達斯選這個人 其實都是獨具慧眼的 因為當年他其實沒有管過足球 是吧 是很冒險的 當年祖雲達斯 因為那些場外的風波 降了班 他降落二甲二月 二月的班壩 即是巨型的班壩 這樣倒下去 其實死的機會很大 因為財政上搞不定 即是管理層就要換掉 球員很多球星要賣走 當年第一個賣走 就是伊巴謙莫穎 這些那麼高薪的球員 他們留不到 留就留幾個 真的自己清份 或者意大利的傳奇 保方的自己降身 留低 迪比亞路那些 但大部分球員是賣走的 教練又要換 不夠薪金請住 還有就是職員去留 很多要搞 那件事都可以說是 近十年二十年最難的一個項目 當然他是很成功 帶回祖雲達斯 立即升班 接著第二年 直接拿到二甲的貴軍 很快就度過了這麼艱難的階段 他一定是功不可沒 所有東西都是靠他背後 運籌為壓 你能夠避免破產已經很厲害了 他不僅不破產 還要上回來馬上變成一對新的球隊 還要幫祖雲達斯 建立好新的球場 還要做很多新的元素 包括建立過商場 那些 對於二甲的球隊來說 其實是一個相當新穎的構思 搞了這麼多事情 先令到祖雲達斯在二甲的財力 是明顯好過其他球會 其實祖雲達斯在疫情的來襲之前 他們是二甲的富豪 你看到他們又會簽私郎 這個一億買私郎 在二甲其他球會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商業能力 還有希固欣 試過買過很多貴的球員 還有泰維斯 那些都是一些比較貴的球員 當然這些事情發生 已經是他離任了很久 但是他奠基的功績 就沒有人能否認 之後祖雲達斯的中興 絕對絕對跟他的關係很大 然後他就自己轉去PSG 其實完成了這個項目 他覺得OK 這些聰明的人 是不會顧布自封 走了去PSG 這也是從從零開始的 因為當日的PSG 其實什麼都沒有 那時候剛剛游王入主 游王入主前 其實我想大家都未必會有看這對球 因為法甲的頒霸是 李昂、李二、雷欣那些 PSG其實不是一間很出名的球會 上一次在游王來之前 上一次發覺冠軍 是去到1994年 其實20年就沒有獲得冠軍 由他來到 當然他最後的遺憾 就是沒有幫PSG贏過勾冠 如果有的話就更好 或者是曼城的高度去達不到 但是都令到PSG 成為一間環球的頂級球會 那個圖片其實是不錯的 我身邊都不少PSG球迷 有人會看PSG這球 其實不容易 不是有錢可以做到 你要推一個品牌出去 又有人會喜歡你 法甲本身又不是受歡迎 但是真的可以推得到 所以看到他的商業能力 除了足球層面 他都可以的 這件事可以證明得到 當然對曼聯來說很重要 上年12月就突然間是辭職 這個就真的是辭職 不會被人解僱什麼的 因為他沒有做錯的事情 而他的履歷 PSG想請一個好的CLO 也不容易 說他是被人解僱的 就是游王想解僱他 但是 這一個人的CV 他要找到工作是絕對不難的 就是任何一間球會 都會追著去搶 但是到今天11月 一年他都沒有做一份新工 亦都沒有傳 會有什麼球會想要他 其實只有一個傳聞 我查看這10個月的新聞 就是傳會加入 Aneos的集團 就是Jim Sir的集團 你想想一下 其實他的履歷 Aneos是不適合他的 因為Aneos只有一間法甲的 稍微 好一點的球會 就是李斯 但是完全 應該不能夠吸引到他的胃口 沒有曼聯 根本就吸引不到 白蘭斯 明顯 我覺得Jim Sir 一直都是自在必得的 他一直都覺得自己會買到曼聯 就用這件事去叫他辭職 亦都叫他等他 等到現在 似乎 真的等到我了 這個人選 我自己是沒有懷疑的 我覺得真的會是他的 是否一定會成功 沒有人知道 因為曼聯這個爛灘子 其實都不容易得過祖雲達斯 用PSG PSG 其實是最沒有包袱的 由零開始 但是沒有限錢 祖雲達斯 危急存亡之秋 但是始終祖記 都有一個好的班底 即是他不需要 完全抹殺 但曼聯現在的班底 可以說是接近全部都是負難 基建是負難 遠設施是負難 人員工是負難 董事會幾乎沒有禁制 那些遺產 連波比sir都走了 是吧 廢Sir 其實現在都老得 都 我想不能夠參與太多 是吧 有什麼人能夠幫到他 其實是沒有 就是要他重新 由零開始 當然他都有partner 還有一位叫Sir Dave Brasford 這位的爵士 真的很年輕 看他的樣子都應該五十多歲 但是他是Ineos的體育總監 也有傳加入這個曼聯的董事會 他其實跟足球完全沒有關係 但你聽完剛剛那位的Jean Clou Blands 其實他本身都沒有搞過足球 但是都是可以成功的 所以他搞開單車 也是單車的英國國保 當年就帶著英國的單車隊 在奧運是掃了 拿很多獎牌 然後才會頒獎給他 一直都是幫Ineos管理的單車隊 有傳就是他已經在Carrington 出現了很多次 可能似乎會初步 未請到人之前 他會先去搞 因為連CEO都沒有 那靠誰呢 是不是就要靠一個Ineos本身存在的人 可能他就會去牽線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都可以期待 曼聯之後 會有很多的 體育真是專業的人才 就會來管理 跟曼聯之前 你格拉莎 就是活和特哥時代 當然是最壞 然後你就算換Richard Arno 換Murtov 其實都不足夠好 其實我自己是會有些期待 足球總監 反而我覺得 不是太重要 因為選擇其實多 CEO就不太容易 足球總監 就是靠CEO的眼光去聘請 人選不少 就是Paul Mechert 現在沒有工作 Marcus Edwards 都沒有工作 這兩個是前利物浦 一個是前阿比羅比石 前一次總監 都是很多的公分 光輝的往績 我相信還有很多 我們未必那麼熟 但足球行內 會知道哪個有了 哪個沒有了 其實你看他的檔案 到時高薪請滑 又可以 或者留著Murtov 先 貴尾再去密室 又可以 反而這個 我就不是太擔心 現在就 第一步是CEO 換了 有他 設定好東西 董事會知道是怎樣行 再去請適合的總監 再由總監協助去換職員 然後換上層的 中層的 下層的 所有的都要換 設施要換 軟的軟件 要換 教練可能都要換 但可能還可以給時間 球員 最後一回事 現在 我覺得 其實路很長 不要想換了老闆 什麼都會一天光 絕對不會 大家就保持來性看著 但我覺得 終於有一點點感覺 是可能會轉好 由場外 帶到場內 是最好的 只是場內 換個教練 好也沒用 只是短期 是時候 刮骨療傷 希望大家喜歡 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like 和留言多些 一直會和大家跟進 放心 下次再見 拜拜